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一節首先有一個開箱 希望將這份喜悅和各位益友分享 多謝大家在過去這段時間支持我這個頻道 使得我的頻道已經有超過10萬人的訂閱 超過10萬訂閱又怎樣呢 YouTube就會為這些YouTuber頒發一塊銀掌 昨天我已經收到從美國寄過來的包裹 我們現在一齊開箱 看看裡面有什麼乾坤 真的很多謝大家在過去這段時間 非常鼎力支持我的節目 我們現在一齊開箱 看看有什麼東西在裡面 好 好 封得很陷 OK 可以切開了可以 首先就是一塊這些東西 喂 我不是寫雞腸的 我寫中文的 這張紙 我讀給大家聽一下 他說 你完成了只有少數YouTube創作者才能夠達到的成就 你的頻道訂閱人數已經達到十萬人大 然後中間那些都是吹捧的無謂東西 然後就是 足一切順心 YouTube的CEO Susan 好啊 那這裡有一張紙 這張紙 我測給大家看 哈哈 好了 這個是怎樣呢 哇 全部都是寫中文的 就是知道我只懂中文 不懂雞腸 都挺貼心 那這張紙 他就說 如果你的獎項 在運送過程當中受到損壞 或者有什麼問題 可以跟他聯絡 OK 應該沒有的 哦 厲害了 這塊獎牌 這塊獎牌不是只屬於我一個 是屬於所有訂閱了我的頻道的益友 OK 就是這樣的 膠袋包住 現在拿出來了 哦 就是這樣的 不是這一邊才給大家看的 就是這樣的 大家應該看到我 哈哈 你見不見到 那個反射就是 就是我那個鏡頭 這一塊獎牌 Present to 高清本土台 for passing 100,000 subscribers YouTube 這個玻璃面 好了 我這張紙 就是寫雞腸的 這個 recognize your team 我不會英語 share the recognition by allowing your team to purchase a personalized created award 即是這塊要買的 真是多謝甲成衛 哈哈 好了 還有一塊乾燥劑 這個盒 應該就是這樣 很多了 好多謝各位益友的支持 這塊獎牌真是很感恩 是多謝大家 每一個人的訂閱 收睇 讚好 分享 和留言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尤其是現在經營YouTube的頻道 真是越來越困難 受到的打壓就越來越多 所以就真是缺一不可 實際我在2003年開始斷斷續續在網路上搞這些節目 其實小時候開始我已經有一個夢想 成為一個播音人 現在不單是播音人 還是網中人 字巨裡 星星的愛 是我愉快的廣播 夢裡已 邊實思 今生可以不枉過 好了夠了 再多一些唱歌 留在這個星期六晚的直播才去唱 自從去年8月開始 我就有感香港已經踏入了一個大時代 在這個大時代當中 其實每一個市民都應該有自己的角色 而我選擇在這個平台上發聲 而且有一些訊息要傳遞給公眾 這個節目是自從去年8月開始 沒有一天休息過 禮拜日也好 聖誕節 農曆新年 我都是照做的 也成蒙大家的口愛 在這些假期的時間 都肯選擇去收看我這個節目 所以真的非常感恩 在這個平台上 也遇上了不同年齡層的益友 這件事就很不簡單 因為以往在Facebook直播 來來去去都是自己的朋友看 來到這個平台就不同了 是接觸了很多哥哥姐姐 甚至乎一些長者 退休人士 這件事真的從來都意想不到 因為當大家打開畫面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 這個只是個年輕人 懂不懂事 但是大家都肯給我這個機會 去收看我這個節目 訂閱我這個節目 我真的非常感激大家 除了不同年齡層的益友以外 還有的就是 世界各地的益友我們都連結了 這件事我都非常珍惜 除了我們本地香港的益友以外 世界各地的華僑 包括美國 加拿大 澳洲 英國 馬來西亞 新加坡 澳門等等 其實來自世界各地的益友 我都是非常珍惜 大家活在同一天空下 所謂海內存知己 天涯若比倫就是這樣 同時我也收到很多益友PM或留言 多謝我 多謝我的甚麼呢 我這個節目發揮了一個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當他們每天把我的節目 都分享給他的藍絲家人和朋友收聽的時候 假以時日這些藍絲竟然轉為黃絲 我認為在這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要拿出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我的節目一直秉持著講真話 是其是非其非 以及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的原則 來做 這方面也得到不少益友認同和欣賞 只不過現在在YouTube經營頻道 就真的越來越困難了 因為所遭受到的打壓就越來越大 不僅是我本人的遭遇 很多黃絲YouTuber或者是黃台 都有類似的情況 就是當我們把片段放到YouTube以後 就很快被黃標了 甚麼叫黃標呢 就是被評定為不適合播放廣告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那條影片就會沒有任何的營收 除此之外 最大的打擊就是甚麼呢 就是它會限制曝光率 即是說 除非你特地去搜尋我這條影片出來看 否則的話 你就不會在任何的位置 包括一些推薦影片 或者在YouTube首頁 是看得到的了 所以當我們要傳遞一些訊息的時候 就是遭受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在這裡就希望各位益友 在收看我的影片的時候 也可以更進一步 除了是收看以外 還希望你可以訂閱 而且按下那個鈴鐺 即是鈴鐺 除此之外 每一段影片 希望你都可以高抬貴手 就是按下這個讚號 如果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留言 因為我觀察得到 那些藍台的朋友 是很活躍於留言 希望大家如果有時間 都要盡量多些留言 實際我全部都有看 不過 數量實在太多了 有時候我沒有按到心心 此外 大家也可以把我們的片段 分享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因為那些藍絲 為何他們的收視這麼高 正正是因為他們很喜歡分享 無論在WhatsApp群組 或者Facebook也好 經常都看到他們的蹤影 還有可以怎樣支持我們 就是加入成為我們的頻道會員 這是最大的動力 可以使得我們的網台 是可持續發展下去 因為目前實在太多的影片 是被黃標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是對於那些 預備了很多時間 來做節目的Youtuber 打擊就非常之大 尤其是小弟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加入 成為這個頻道會員 因為要錄影一段節目 其實真的要很多時間 心機和精神來預備 另外我在去年的8月開始 其實真的無間斷 每一天都有廣播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可以 鼎力支持一下我這個頻道 另外還可以怎樣支持呢? 就是當大家看到我們的影片 因為有廣告的時候 就不要略過它 盡量看完它 這樣對於我們的頻道 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還有我們的直播 我們逢星期六晚 就會有直播的節目 這個直播節目 不單止我說話 還會接聽益友的電話 最後就是名曲匯之音的環節 因為我發現很多新訂閱我們的益友 完全不知道逢星期六 會有直播的存在 所以就要借機會在這裡宣傳一下 另外我們還會拍一條 十萬訂閱的Q&A 因為其實很多YouTuber都會這樣做 我決定要仿後一下 大家如果對我有什麼疑問 可以在這條影片留言提出 我會選一些來作答 在這個影片結束之前 我就有幾個人要特別多謝他們 首先第一位就是毓民 他就是我的政治啟蒙 要追溯到2003年的時候 當時也是停貨 在家裡百無了賴 有什麼好做呢 在一次機緣巧合之下 就開了商台來聽 發現風波裡的茶杯都挺過癮 每天有人打電話上去 又有些人打電話上去 在掃斧 風波就是有大班主持的 我到了晚上六點半的時候 就到正是有心人 就是毓民主持的 而我第一次參加集會和遊行 都是受到毓民在商台感召 而是出去了 另外他在立法會裡面 那些紅辯滔滔的影片 亦都是為我們不少市民 開啟了一道門 就是走去專門 找立法會辯論來看 如果不是他的話 根本上就提不起勁 因為實在太多無聊 沉悶的發言 第二位要特別多謝的 就是澤哥杜汶澤 他在我沒什麼人認識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收看和支持我這個節目 還在16年的時候 曾經打過來和我一起合唱一曲 我到現在仍然是記憶猶新 很感謝他的鼓勵 甚至乎去到黃店的時候 也有提起我這個節目 所以真的很感恩 第三位要特別多謝的 就是主家男人 Bob叔 他是本地很著名的Youtuber 已經有54萬個訂閱 他一直都很鼓勵我做這個節目 在他的直播當中 甚至乎在Facebook 都有幫我宣傳這個頻道 很感謝他 也成功令到很多他的粉絲 都有看到我這個節目 真的很感謝他的提携 當我有3萬人訂閱的時候 他就留言跟我說 神區你很快就有10萬訂閱了 因為你的節目做得很有質素 我當時真的沒有想過 純粹覺得 哪有這麼容易 終於現在都沒有令他失望 所以很感謝他 最後要感謝的 就是每一個在收看節目的你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才可以使到這個節目 繼續運作下去 我不會像那些左膠一樣說 只要剩下一個聽眾 我都會繼續去廣播 如果剩下一個聽眾 我就打電話給他算 不要浪費網路資源 最重要的是 大家繼續肯支持我這個節目 無論是收看我的節目 訂閱讚好留言分享 以及成為頻道會員 甚至乎是Superchat Supersticker的支持 課金等等 我全部都是很感恩的 如果不是有大家的支持 根本上這個節目 沒有辦法運作下去 所以在此再一次 多謝每一位億有的支持 目前已經到達11萬2千億有的訂閱 希望我可以繼續努力 大家也繼續支持 我們共同向著下一個里程碑 來進發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